大家好,我是喵爪 今天來做個維生素蛋糕 小松菜一堆,簡單切切 開水下鍋煮軟後撈出 稍微放涼後擰乾水分,撐涼75克備用 為了不浪費多餘的小松菜 我順手做了個紅燒肉 打蛋,放入煮好的小松菜 用食物處理器打成綠色糊糊 黃油切小塊後在室內回溫 切小塊是為了增大黃油與空氣的接觸面積 達到快速回溫的效果 碗中加入室溫黃油和糖,打發 觀察到黃油顏色變淺 呈現奶油的質地時停止打發 然後少量多次的加入 剛才噴了我一臉的綠色糊糊 每次加入後都打發至融合 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加哦 推薦分5到10次加入 最後筛入麵粉和烘焙粉 用刮刀混合至看不見麵粉顆粒 混合一般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粗略的把麵粉和黃油混合 在這一階段麵粉還是大量可見的 所以需要集中於把麵粉切入黃油中 再把麵粉用刮刀整個抄起來 實現麵粉和黃油的快速融合 第二階段是觀察到綠色麵糊基本成形後 把碗邊的殘餘麵粉刮到綠色麵糊中的過渡階段 等到覺得已經攪拌妥當了 就進入用刮刀把麵糊整個戳起來 檢查下還有沒有殘餘的麵粉顆粒 並將其圍剿到第三階段了 順利的渡過了以上三個階段 就可以把麵糊倒入烤盤中了 我的做法是先用大刮刀把麵糊延展到整個模具 再用小刮刀把表面刮平 沒有小刮刀用勺子也可以 出鍋了 室溫放涼後脫個膜切片 一款富含成人每天所需維生素 1.5倍的維生素蛋糕就做好了 一天吃一個媽媽再也不用擔心我缺維生素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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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相片 好嗎 好嗎 好耶 來 para我